你又坐在这里发什么呆啊 感觉你很闲啊 你一回来 那我不用做什么事 你不用做什么事 我能不闲吗 我就这么告诉你是吧 你在我们家住了多久了 我们两个人就说离婚以后 你管我住多久 已经住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了 我告诉你 知道吧 住了三个月了 你现在你还不离开 你说在市里面的时候就算了 是吧 你又跟着我回农村来 一回来的话又跟我爸妈发生争吵 你就不能控制下你的脾气吗 你就不能控制下你这样的嘴吗 怎么能不能叫呢 我怎么能叫呢 我就是问一下你这个问题而已 对吧 那你想一想吧 离婚三个月的时间了 你住了三个月 哎呦 我跟你说是吧 我现在已经走流程了 我已经起诉你了 知道吧 随便啊 我不说了吗 你想干嘛就去 不用跟我说 那你说你现在你回来干嘛 你看你回来你又不受欢迎 是吧 不受欢迎怎么了 哎呦 我非要你们受欢迎 非要你们欢迎我 我才能回来啊 越不受欢迎我越要回来 怎么的 肯定了是吧 就是想要我不开心嘛 想要我们一家你都不开心嘛 你开心跟我什么关系啊 我开心就好了呀 我关你们开不开心 我开心就行了呀 我现在在乎的是我的心情 什么呀 你们的心情关我什么事啊 哎呦 你说你在市里面待得好好的 是吧 吃什么东西就方便 就是没煮饭给我吃 哎没办法 那个饭煮饭工呢 已经跑回老家了 没办法呀 那这样子你说的 我这辈子不煮 你这辈子你就不吃了 啊 我去哪 你又去哪了 你这辈子不煮呢 你去哪 我就跟着你去哪 跟着你那总是有饭吃的 你跟着我的话呢 我的态度也很明显了 小九月 我们两个呢 啊 你也知道 是在一起是从来就说啊 意见都是相助我的 然后呢 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都做不到一起去的 你的想法呢 我又不赞同 我的想法呢 你也不支持 对吧 你说你回你娘家去 你爸妈对你 总算还不错吧 在我们家 啊 你老是说我们家 针对你干嘛的 那我们家 哪怕不针对你 你都要早点适应出来 对吧 回到老家也是一样 而嫌弃 饭菜不好吃 嫌弃的话呢 这里就说环境又差 嫌弃的话呢 晚上又有蚊子 又嫌弃农村的环境 就说是吧 呃 脏兮兮的 那你又回来 是不是自下矛盾吗 对吧 那怎么样呢 是不是 现在呢 也没什么蚊子里啊 现在这个这个月份 是吧 十月份了 那什么蚊子呢 是不是 我再给你吃机会 知道没有 你呢 你不用给 我就这么跟你说 我就喜欢待在这里 我就是哪里去 你在哪 我就在哪 你甭想撇下我自己啊 选择大餐 或者自己的躲清净啊 门都没有 你现在离开的话呢 我就去测速 知道吧 啊 不用啊 千万别测速啊 等你 呃 速好了 我也可以速我的啊 各速各的啊 哎呀 你 你很喜欢把事情呢 闹到对一步 可以 我奉陪到底 你不要以为说 你要上诉了 我就怕了 我就怂了 我就怂了 我这边要回66走了 我跟你讲 门都没有 知道吗 我有计谋的 我有计策对你的 知道没有啊 你以为只有你有啊 啊 没事啊 你空呗 你就起呗 起诉呗 正好我也可以起我的啊 我呢 是有证据的啊 随便 我们呢 就把事情闹大一点 闹到亲戚啊 什么的亲朋好友 都知道都可以 闹到什么 上上什么啊 什么的啊 是吧 也可以 无所谓 反正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无论如何 你是铁了心 要住下去 而且呢 我起诉就随便我 你也不怕 对 哎呦 你啊 真的是太难沟通了呀 我跟你是吧 好好说啊 有一句话说 叫先礼后兵 我呢 是给你足够的 这个台阶下 知道不 反正你干什么事呢 你都是先掌后奏 随便你啊 你爱干嘛就干嘛 我呢 爱什么先掌后奏啊 我呢 是见招啊 拆招知道不 有什么事情 我不是先通知你的啊 我不是先跟你商量的 我是啊 跟你沟通 跟你呢 私下和解什么的 已经是这条路走不通了 然后的话呢 是吧 你呢啊 觉得啊 在这里有事无恐的了 那我没办法了 我被逼无奈呀 知道没有啊 我受你影响了 所以呢啊 还说那句话 在农村住不习惯了 你先回室里面 我在这边呢 还有一点事 我现在住挺习惯的 那行吧 那这样沟通不了 那就这样子吧 在农村住不习惯了